大家好,今天来一场NBRK17单挑的比赛 由我来使用科比对战奥尼尔 那么这两个人呢实际上不是一个位置的 但是由于科比奥尼尔 两个人呢渊源颇深 最好是两个人的恩怨矛盾 那么有网友很喜欢看 想看这个奥尼尔和科比之间对决 那么就来一场 奥尼尔对科比 好,漂亮 先进一球 迷人堂难度 对方难度 10分 见啦 科比三分球 3比0 当时我把奥尼尔就进球 那其实呢 科比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选手 因为 其实在90年代 有很多 涌现了很多 类似乔丹的这类的选手 那么其实科比最后坚持到最后 打了20年的球 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球员 并非最有天赋的球员 但是是一个非常努力的球员 那么有很多他的位置上 非常努力的 哎,漂亮 漂亮 在他的位置上 在他的位置上有很多 天赋非常好 像麦迪 啊 电视哈达威啊 格兰特希尔啊 卡特啊 但是 他们一个个都没有坚持下来 这也就是人的命运吧 所以科比最后 忠诚一代啊 蓝坛名速啊 我们回到比赛 奥米尔现在把比分追上来了 4比5 高尼尔还是速度很快的 虽然是中锋 但是速度非常快 这点很不一样 5比4 咱们有没有 可惜没有 4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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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6 6 8 6 哇 现在又反超 像冲安 像冲安 十里 冲安 奥尼尔断球 奥尼尔非常的全面的一个选手 中锋 有速度有力量 好 上一张犯规 好 好 漂亮 十笔角 还有一分 还有一分 所以就可以获胜了 赢了 后仰头篮 后仰头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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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